XBOX ONE 品牌超重量級大作 《戰爭機器4 多元連線公測》在上週登場 粉絲們有沒有把握機會 趁早體驗一下四代中更加殘暴 也更加爽快的各種對戰模式呢 《戰爭機器4 》的背景舞台 設定在三代結局後的 25 年 這次主角將由玩家們熟悉的硬漢馬可茲的兒子 傑蒂來挑大梁 身負復興文明的重任 傑蒂將帶領群全新的同伴 對抗不同於獸族的可怕新敵人 Swarm 在這次的Beta活動中 遊戲首度曝光了這一代在開戰前使用 以便獲得各種獎勵加成的卡片系統 並且釋出了三張地圖與三種對戰模式 分別是傳統的團隊死鬥 能夠讓玩家組隊對抗高難度AI的 AI團隊死鬥模式 以及玩法特殊的躲避球 比以為躲避球模式是真的讓一群 肌肉兄貴和怪獸合了的打球喔 在這個特殊的對戰規則裡 只要玩家成功擊殺一名敵軍 就可以復活一名己方玩家 所以只要有一名高手在場 想要來個逆轉勝也不無可能呢 節奏更快的戰鬥 變加殘暴的各種終結技 各位維安聯盟戰士們 快把你槍上的電鋸給啟動 準備面對戰爭機器次帶來的新挑戰吧